全球化在疫情后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我不定疫情过后呢 全球化会由来一个新的一轮的全球化 更迅猛的全球化 如何看待中概股回归国内市场的承接能力 并不是中概股公司呢 非要依靠国际市场的工资 对国内空间还是很大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政府官员监管代表诺奖得主 和国际金融界代表将共同探讨 增长不确定性与开放合作的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 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2020的精彩内容 主题为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增长不确定性与开放合作 共有七位嘉宾参与 他们分别是 周小川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方兴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Michael Spence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纽约大学教授 图光绍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助谢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 Catherine McInnes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论坛主持人杨念青 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 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 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我们今天的有三个主题词 那么第一个主题词是增长 第二个主题词是不确定性 第三个是开放合作 我非常非常荣幸地请出我们的周小川行长 周小川主席来给我们做一个开场的演讲 我先讲一个题目 涉及到美国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那么这里就涉及将来中概股前途怎么样 如果按照这个法案的要求进行摘牌的话 那么涉及到摘牌以后 这个国际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那么再往下就是说未来我们怎么办 上海都是有可能在这种挑战和机遇之下 在较大程度上接替美国资本市场 所起的这种角色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第一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 也就是储蓄率非常高 这么高的储蓄率应该说是很容易找到资金 来投资新兴的和成长的这些公司 那么只要机制做得好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个很积极的因素 并不是中概股公司非要依靠国际市场融资 这个国内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乐观的观点说 中国的GDP增长既然是高于全球的平均的增长 还是会有不少好的公司的 第三个来讲 就是说资本市场它有一个培育发展的过程 中国到目前为止 应该来说资本市场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动能 不管从需求方面 还是机构建设方面 都还是有很强的内在动力的 第四个我们说 在透明度问题上 在公司治理问题上 这里包括外部审计 外部审计的质量方面的这些问题 同样在中国方面 我们也有同样的愿望和动力 第五个来说 过去中国的货币 不是可自由使用的一种货币 但是我们说 这些年 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 第六个来讲 就是我们观察 从2014年开始搞了护港通 后来又有深港通 后来又有护轮通等等 这些通了以后 开放性大幅度增强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第七点呢 我们就是说 最近呢 我们看到中国呢 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金融行业 对外开放的这个各项政策 那么这里也包括了很多呢 都是跟资本市场有关系的 市场准入啊 以及这个市场方面的很多的这个改进 在瑞幸之前呢 我们也出现了若干公司 被这个Muddy Water啊等等查出来呢 做空啊 然后暴露出呢 在会计审计和通明度上 所产生的问题 那么表明呢 跟国际化还有差距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公司治理 中国的很多公司呢 的公司治理呢 有些人 外面的人呢 就是看不太懂 说国际上呢 有这个OECD G20 公司治理原则 你们这个公司治理 究竟呢 情况是怎么回事 就需要经过比较这个大的努力 使我们的公司治理 能够被国际上呢 看明白 同时呢 能够这个接受我们这种实践 第三个呢 我觉得呢 就是中国呢 过去对开放的 因为国家大呢 就是始终没有在整体上 下最后的这个决心 最后呢 还讲一个观点呢 就是最近也有不少人说呢 在国际上的这个资本市场中心 都是普通法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中国呢 实际上制度规则 政策的这个演变 还是很快的 当然呢 我们用了很多 自己的特色的东西 比如说 不行的话 在哪开一块去搞试点啊 在试点的时候 给一些政策啊 立法上给出一些豁免啊 或者呢 给出一些所谓试点的这个法律法规啊 来做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探索的 在这方面做出长度的发展呢 必须注重这个国际化 那么意思 要加强这个国际上的合作 要把它上海呢 变成真正的国际机构 国际资本 这个往来呢 上一个台阶的 这样的一种局面 我主要是想谈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 在面对这样 这个疫情啊 那么全球的宏观政策的 极其重要性 它非常重要 全球的经济都按下了 暂停键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宏观政策 它的有效性 针对性 是要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那么 归结起来 面对疫情的冲击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这个宏观政策 大概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加五 所谓一加五呢 第一个呢 首先是要你要抗疫救灾 这是一个 这个是 最突出的一个任务 但是具体来讲 还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 民生的救助 第二个呢 就是纾困企业 第三个呢 就是稳定金融 金融的稳定 当然这个就包括了 金融流动性 同时呢 当然也包括 对于金融的服务 第四个呢 就是要避免危机 然后避免发生 这个 这个由于经济衰退 演变为经济危机 第五个呢 那就是要引导预期 宏观的政策 有没有起到作用 当然了 这个政策还在继续着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宏观政策 对于经济啊 金融后续发展的 这样一个影响性 我们要更加关注 力度这么大的 超常规的 这样的这个宏观的 一些政策 你比如说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当然这个当然也是了 这个这个已经 是吧 这个从这个 常规的 已经到非常规的了 它的资产价格的问题 这个包括它的 这个杠杆率的问题 这个方面应该说 我们都需要 特别的关注 现在全球的经济 很难说 现在大家都希望 能够走出V型 但是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已经不可能了 另外呢 我们更关注 就是 深层结构的问题 本来现在我们目前 面临着很多 深层结构的问题 但是通过这个宏观政策 特别是货币政策 这样的一个大水漫灌 那么对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是反而是延缓 甚至不利于解决 这个深层次的结构 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就像打仗一样 弹药 就像 这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 我们弹药是不能 没有的 但是这些弹药 不能乱打 更不能就 一下全部打光 对于中概股 中国证监会是什么态度 中国证监会呢 对这件事情呢 我们一向是 这个主张合作 疫情之下 新兴市场经济体 将迎来怎样的挑战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他们的脆弱性 这个不可低估 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的主题是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增长不确定性 与开放合作 在刚刚的节目里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周小川认为 美国若实施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将损害国际投资者利益 而中国公司一方面 需要提升会计审计透明度 缩小公司治理国际差距 另一方面 对外开放力度要加大 要探索与国际资本市场的 法律法规衔接 他认为上海证券市场 承接中概股回归 有诸多有利因素和条件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涂光绍认为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重要性凸显 需更加关注宏观政策 对资产价格杠杆率等的 后续影响 大水漫贯式的货币政策 不利于解决全球经济 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和提升企业生产率 那么 疫情之下 发展中国家面临哪些问题 全球化出现怎样的新态势 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我们现在呢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请我们的驻航长先讲 疫情之下 给这个新兴市场经济 和这个发展中国家 带来的挑战 应该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 这个今年的新兴市场经济 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呢 估计呢 这个经济增长呢 要收缩2.5 人均收入要下降3.6 可能会有 上亿万的人 重新返贫 或者陷入这个 极端贫困 只有中国 由于这个 基本走出了 这个疫情的阴影 正在比较有序的 浮工浮产 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特别是 一些低收入的发展国家 它本身来讲的话 具有一些 先天性的和结构性的 一些不稳定性 产品的比较单一 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的债务结构的话呢 也不容乐观 有些国家的债务的 这个层次 就是说呢 比较高 在现在再大举 这个公共借债的话呢 给将来呢 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多边机构 新开发银行呢 也在这些方面呢 提供了一些支持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建了一个 100亿美元的一个 就是救助紧急的 这么一个facility 同时的话呢 不仅仅是提供这个 卫生和这个民生救助 也为将来这个经济恢复 提供一些紧急贷款 目前已经提供给了 中国70亿人民币 给了印度10亿美元 可能在下个月的情况之下 会给印度和南非 各10亿美元 就是大家现在 非常多的议论的都是关于 这个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在疫情和疫情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根据我的一些 这个探讨和这个研究 全球的产业链呢 可能在这个疫情以后呢 会发生一个 这个区域化的一个趋势 一个呢 就是说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一个是中国和亚太 包括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欧洲 这个区域化的趋势 我觉得呢 值得我们注意和关注 这对中国的产业链的 这个发展和安全 应该呢 会有不少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全球债务可持续的问题 在这个08年金融危机以后 这个杠杆率 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之下 现在又是一轮的 这个杠杆高涨 特别是对于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他们的脆弱性 这个不可低估 也可能呢 就是说呢 如果不是处理的很及时的话 会引起下一轮的 这个 也可能是个别国家 也可能是一些国家的 这个新的债务危机 好 非常感谢 现在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星海主席 这些跨国公司呢 也都在重新思考 这个全球产业链的这个配置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世界从此不同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结果 首先也不会说 把所有的产业链 都搬回本国来 是吧 因为你搬回本国来 你生产成本可能很高 适当地分散一些 这个产业链 在各国家的集中度 按照最有效的 这个生产的这个原则 去布置产业链 同时考虑到 极端情况下 供应的风险 那么最终达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搬回本国来的 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就是说 疫情过后啊 全球化的这些 内在的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仍然存在 那么全球化呢 从技术上来说呢 它后面有两个 非常大的动力 导致过去四十年 全球化突飞猛进 一个就是说 交通运输 还有一个就是 通讯技术呢 大幅的这个提升 从全球化的动力来说呢 其实是更足了 对吧 因为交通运输的技术 没有衰落 只不过现在航班 不飞了而已 对吧 那么疫情总是要过去 过去以后航班会照样飞 技术仍然在 所以说不定 疫情过后呢 全球化会由来一个 新的一轮的全球化 更迅门的全球化 都有可能 第二点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 下一轮的全球化 中国应该 做些什么事 那么我想这里呢 我就说一点 就是说 中国应该呢 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呢 提供 新的举措和新的动力 提出新的建议 我觉得中国在下一轮的全球化当中呢 其实是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这样做呢 对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有利 我觉得对全世界也是有利的 下一轮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是不是说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作为一个抓手 使得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些人民币资产 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 所交易 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 人民币就会成为一个 非常能够广泛地被全世界使用的 一个硬通货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货币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新一轮的全球化 就会获得新的动力 而且全球金融体系 也会更安全 第三个观点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中概股的这个事 中国证监会呢 对这件事情呢 我们一向是这个主张合作 你们要坐下来 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 跟我们一起 找到这么一个方案 而不是说 这个动不动就拿这个作为理由 这个好像打击中概股 是很有道理似的 我相信呢 解决问题的方案呢 是存在的 中概股在美国上市呢 这是一个互利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我们美国的这些 我们的一些同事 能够跟我们一起坐下来 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那隔空的这个喊话 世界经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疫情后期 全球经济还会经历哪些 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的主题是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增长 不确定性 与开放合作 在刚刚的节目里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 助线认为 疫情对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挑战严峻 对全球债务客持续问题应引发高度关注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性不可低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兴海认为 考虑了供应风险 同时按照最有效的生产原则 互质产业链 才是合理的选择 疫情过后 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仍然存在 全球化的技术推动力更足 或将迎来一轮新的 更迅猛的全球化 他认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或可作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抓手 同时他呼吁 中概股赞美上市是互利的事情 中美应共同协商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各国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多大 全球如何加强合作 应对疫情冲击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 请您继续收看 现在是时间让我们回到网站 还有可能美国 教授美国·史勉强 你认为 Fed Reserve 被捕捉了 并被市场被捕捉了 还有如何看待 Future growth 类似的角度 我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 为 在一些意义的角度 和 在激烈金融中心建设 seems to have heard before, just enormous amounts of incremental debt in order to, to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buffer the shock delivered by the, by the pandemic to the economy and especially the shock delivered to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here most of the unemployment and most of the stress and strain lies. So I think that'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is the stock market disconnected from the economic reality? I think the answer to that,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some extent, yes.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fairly clearly visible is that the pandemic economy has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our economies in a very significant way. And that shows up in the stock market valuations of major digital companies, including the mega platforms that operate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And those platforms over time have come to have increasing weight in the stock market indices. But overall, if you focus on the economic side as opposed to the market side, I think you can be pretty confident that we're not going to see V-shaped recoveries. I would expect, for example, to take the extreme case that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will remain depressed for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time. So I think a reasonable forecast is a recovery that has some el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he start and then a very difficult tail associated with activities that involve frequent contact. And I think if I wanted to just emphasize one thing, I think the major countries, the big upper middle income and advanced countries really do need, even if we don't cooperate on anything else, we need to cooperate on trying to make sure this doesn't turn into a sort of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ank you, Michael, very much for a very good opening remarks. They touch on a lot of things. I think that we turn to our online speaker, Catherine, and also the question to you is, how are you confident that the Brexit will not exert an even bigger blow to the role of London as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gainst big backdrop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also in terms of China, in terms of Londo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COVID has, of course, slightly slowed things down, inevitably, as we've been in lockdown. But we've seen an accelerating pace of negotiations recently. While it's not yet clear that we'll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our EU partners before the end of our transition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I'm hopeful and in any event, we are very prepared. And I think there is a great deal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 China as we hav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hether that's on RMB trading, where we already see a very significant volume coming through London, whether it's seeing more use of the Shanghai-London Stock Connect. The world, of course, is going to be shaped in the next period by this global emergency and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hat we all face. And I do think that it makes the question of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o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it was important already, particularly it's going to tighten to defeat the virus. So I think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has a big role to play. But we now see economies that are saddled with levels of debt. But I think there is a role f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o play, ensuring that all economies can recover. And then I would finally say that I do think cooperation across borders at this moment, including cooperation on regulatory standards, whatever,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is is a time to be building bridges, not putting up barriers. And we should b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sure we come out of this situation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shape. 好,我们期待呢,在2021年,在这个疫情的肆虐之后呢, 全球会迎来更多的让我们乐观的理由。 非常感谢,明年再见. 金融全球화的当中啊,中国是承担了特殊重要的 여기 note 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呢,就是 そして上野贵金融中心建设計算为抓手。 应对这个疫情,我们在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政策 貨并政治都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又特别的稳健 既应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 同时又会为今后的发展 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